许比许比 阿威许比 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您现在是要看到学有冷酸林冠名播出的 娱乐尖峰 娱乐虾系八面通 我是佳佳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首先来聊一下旅游的话题 那这段时间呢 我们的朋友圈经常会被各地的旅游的照片所刷屏 而且很多朋友感叹说啊 一定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马上呢 如果你想去欧洲的话 这个旅行很可能就会实现了 从今天开始呢 咱们湖南人去欧洲啊 将会更加的方便和快捷 接德国宣布在长沙设立签证中心之后呢 今天呢 位于长沙市肖香北路玉香沙场的 法国长沙签证受理中心启动 并正式受理签证 长沙呢 也是继济南重庆之后 第三个新设立法国签证中心的城市 这就意味着啊 湖南人在自己的家门口 就可以办理申根签证 畅游欧洲二十六国了 那当然了 这是一个出行的福利 那接下来呢 家就要带各位来一宝眼福了 都知道啊 今天晚上我是歌手的双年巅峰会大秀赛集 就在昨天晚上的十点半中呢 2016我是歌手双年巅峰会 就进行了第一次的待机连排 我们的先锋记者呢 去到了现场 但是呢 刚看到我们的片花里 说到孟臣非常的难抉择 手心手背都是肉 他会选择谁呢 首先呢 咱们就来关注一下 张信哲的最新消息 昨晚在我是歌手双年巅峰会彩排时 记者有机会采访到了我们娱乐极限风的老朋友张信哲 刚刚结束完彩排的阿哲哥 跟我们说起了他接下来的工作计划 接下来就是演唱会 因为17号就是上海的演唱会 然后2930是北京的演唱会 所以呢 歌手完了 就是全力地冲刺演唱会 希望把演唱会弄好 不过张信哲也表示 演唱会结束后 希望能够好好休息 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在我是歌手第四季的舞台上 张信哲每一次的演唱 总让观众耳目一新 直呼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张信哲 尤其是那一首九曲串烧的《至光音》 当他唱起左手右手慢动作时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 就是让我有更多的信心 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因为其实透过歌手 我相信大家也被我逼得 不能不得不接受 或者不得不看到我的一些 音乐的其他的面向 那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也透过我是歌手吧 让大家比较了解 就是私底下的我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张信哲告诉我们 来长沙这么多次 最难忘的还是第一次来录歌手时 当时因为重感冒的原因 很担心不能够给大家带来好的演唱 然而我是歌手 就是这样一个充满魔力的舞台 让每一个歌手都为之陶醉 让他们拼尽全力用心唱歌 千锋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喜欢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一定知道就在去年呢 哲哥也是来做客我们娱乐极先锋 就在现场呢 他说自己不太敢参加这种音乐类的真人秀节目 怕自己表现的不是特别好 但是大家看一下 今年的我是歌手 哲哥完全是自己过于担心了 当然了四年来 我是歌手呢 是用这种纯粹又精致的节目制作 持续飘红的高手 高收视呢 赢得了观众的口碑 对此呢 他们也是不忘回馈于民 就在第三季开始的时候 节目呢 就和芒果微基金呢 联手打造了我是歌手音乐教室的公益项目 助力孩子们的音乐梦想 那今天晚上的我是歌手双年巅峰会 更是将公益进行到底 于今晚十点直播的我是歌手双年巅峰会上 除了第三季和第四季的13位歌手 将会带来音乐上的巅峰对决之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主题 公益 此次歌手将不仅只是在唱歌 他们更是在为公益而战 为爱发声 一起号召大众参与我是歌手音乐教室的公益项目 我是歌手音乐教室公益项目 从我是歌手节目第三季开始 节目通过芒果微基金的平台 在全国各地的贫困地区 捐建了共15间我是歌手音乐教室 给孩子们提供音乐器具 电脑图书等学习用具 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开阔视野 激发他们对音乐的兴趣 在今晚的双年天婚会上 13位歌手的对决出场顺序 就将根据近日在我是歌手公众微信号中 为我是歌手音乐教室公益项目 歌手筹集到的善款金额来决定 并且节目将通过多评互动的方式 号召社会大众关注和参与 我是歌手音乐教室的公益项目 节目组善用我是歌手的高关注度 将观众对节目的关注 转化成对慈善的关注 这一夜音乐变成了有爱的金拳 亲人心脾 喜发人心 千锋编辑正在港道 有很多人感叹说 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可能连你对门住的是谁 你都不认识 感叹说我们现在的城市 就像一座冰冷的钢铁森林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大家更应该主动一点 热情一点 给陌生人一个拥抱 我是歌手这一次 不仅是节目做得好 更重要的是 他这样的感恩和回馈 让我们感到的是 更多的力量和暖意 我记得在我是歌手第四季的节目当中 有一期节目 哲歌呢是带着几个 十几个山区的小朋友一起来唱歌 那首歌咱不要说好不好听 但是我觉得那个力量是非常的震撼人心的 所以今天晚上我是歌手的双年巅峰会 我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当然我们也知道呢 距离2016年的直播呢 还有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相比起上周争夺歌王的鸡的敬演 今天晚上的表演呢 对于十三位的歌手来说 更像是一次毕业的汇报演出 在进行倒计时的时候呢 我们的先锋记者也从各方面 为大家了解了一下直播的进度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先锋记者波丁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 湖南广电T2区的 一线二演播厅的门外 那我是歌手双年巅峰会的 彩排演期将开始了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观众 正在排队入场 那这些观众呢 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观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将会提前观赏到 明天晚上我是歌手 双年巅峰会第三季第四季 十三位歌手给我们带来的 精彩演出 而且我们可以从前面的 那个安保区可以看到啊 就是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都需要进行这样的一个 层层严格的安检 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演播厅 你把你送来自哪里的 来自湖北 湖北 对 请问你的票是怎么样 方式得到的 朋友送给我的 朋友送的 那你比较期待谁的演出呢 李健 我比较期待李健的 他们不是说有李健吗 昨晚我是歌手双年巅峰会的 连排一直到凌晨1点才结束 我们明天也要在这吃饭 一定会感觉到状态 事项的品牌 你 最 都唱的是什么 好棒喔 好棒喔 唱人好棒喔 谢谢 谢谢 你带上二号吗 这个 对 快找 好棒喔 值得一提的是 昨晚徐佳寅和韩红 均为现身彩排 尖锋记者从工作人员处了解到 两位歌手因为身体不适 所以才没能够参与彩排 其中 徐佳寅将为大家带来 童年的经典回忆 鲁冰花 韩红则挑战韩文 演唱Big Band If You 从昨晚的彩排现场来看 今晚的双年巅峰会 将继续由何炯独挑大梁 沈梦臣 沈灵 则作为外场主持人 等候歌手 被称为男神收割机的孟臣 今年就在歌手李健和张信哲之间犯难了 要是他们两人真的PK起来 孟臣会选择谁呢 没办法呀 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就是只想唱一句 我该如何存在 我是歌手第四季即将收官 但音乐的娱乐不断 在这个舞台上 音乐不只是音符旋律的承载者 还有爱和希望 让音乐不只是音乐 歌手不只是歌手 更多精彩就在今晚十点湖南卫视 我是歌手双年巅峰会 千锋记者长沈灾调报道 是的 刚刚呢 带大家看到的 就是昨天晚上 在这个现场彩排的一些状况了 那当然了 家的朋友圈 昨天晚上也是有刷屏了 因为有一些同事呢 在我是歌手族里 又是一晚上没有睡 通宵彻夜在奋战的节奏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会一系列的 最新的消息送给大家 所以大家要期待一下了 在这之前呢 我们还是在了解一个 关于公益的消息 在前一段时间呢 那九岁的小汪峰 街头卖艺的新闻呢 是经过媒体的报道之后呢 这个生活贫困的小朋友 叫做叶小军 就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 上周 汪峰来到长沙 不仅是给老狼帮唱 更是以他的实际行动 出资五万块钱 来资助了叶小军小朋友 那么就在今天下午呢 熊猫TV也在长沙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正式启动公益战略 签约了九岁的小汪峰 希望是给他一个避风遮雨 相对安全的表演环境 今天下午 熊猫TV在长沙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正式启动公益战略 让弱势群体 得到更多的扶持和关怀 而近期备受社会关注的 九岁小王峰 成为了第一个受益者 你知道这个前缘 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这个被称作 小王峰的小朋友 知名叫做叶小军 此前因为家庭困难 在长沙步行街 模仿王峰唱歌 赚钱养家 被网友发现后 意外走红 被称为小王峰 目前熊猫TV 已经给了小王峰一家 妥善安置了住房 也让这位签约艺人 重新背起书包 走进校园 和其他小学生不同的是 叶小军将成为 熊猫TV的签约艺人 熊猫TV的执行副总裁 窦雨萧表示 让一个九岁的孩子 风里来雨里去的 在街上卖唱为生 于心不忍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每个月 会给小王峰 一定的资资助金 这个资助金里面 包含学费和他的一些 比如在长沙读书的 住宿费用 包括一些生活费用 在读书的同时 不要丢掉自己 非常喜欢的这个爱好 我们是希望 给他提供一个 更好的环境 让他能在家里 能在熊猫TV平台上面 去展示自己 唱歌 跳舞 爱好的这一面 对此 小王峰 叶小军的父亲 叶平辉 非常感谢熊猫TV 和社会各界 对他家庭的关爱 更是放下了 一颗牵挂的心 每每儿子上街卖唱 父亲都十分担心 他的出行安全 现在可以在家里 直播演唱 他选着的心也安稳了 他会住一套房子 让我 我一家人 去 长沙附近 找一个更好的学校 让我儿子去读 包括我小女儿 上幼儿园 熊猫TV是全国第一家 启动公益战略直播的平台 之前有过一些不良用户 对平台的声誉造成影响 熊猫TV的CEO 王思聪以及他的团队 对此非常重视 除了严格把关筛选 直播用户之外 希望专门开辟直播板块 做公益 这个构思主要是我和王思聪一起提出来的 直播这个方式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去发现弱势群体 和帮助弱势群体的这么一个渠道 熊猫TV的公益计划 除了扶持像叶小军这样的弱势群体 还有助学计划 先预计每年扶持100人左右 先锋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看到这样的消息 家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暖心的 不管怎么说 小汪蜂他是幸福的 也是幸运的 因为现在他真的是有了一个基础 来完成自己的梦想 我们也希望他可以快乐健康成长的同时 不要忘了有这么多人 期待着他成为明日之星 也希望多年之后 他可以站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之上 暖心过后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非常激烈的话题 因为距离我们2016年 我是歌手双年巅峰会的直播 还有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了 想必现在每一位歌手和歌王心里 都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这样的心情也感染到了我 和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次像毕业会演的演出到底会怎么样呢 在他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及时的最新的动态 目前我是歌手 四巅峰会已经进入到几时了 下午两点 先锋记者来到了演播厅 里面在进行着机器的摆放灯光的调试 工作人员也趁着这短暂的时间在修整 在和他们的交流中 先锋记者了解到 今天的第一次彩排是在下午四点左右 这时歌手们都没来 那他们此刻在酒店干什么呢 怀着好奇心 先锋记者来到了歌手所住的酒店 盛绝菲斯 在别墅区一上坡就看见 有30多个粉丝站在门口 上前打探才知道 这些都是黄之烈的粉丝 他们当中不仅有学生 还有妈妈粉 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呢 从一年前 一年前 对 他参加 他刚开始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 我就已经关注了 因为我学的是传媒专业 然后比较关注韩国综艺这一方面 从刚开始我就知道了 今天看你拿了盒子 就为了他准备些什么礼物呢 但是我还没有做完 他是 从一开始到现在 哦 从一开始 就是从在歌手里面的美 从一年前 一年前 到现在的 有哪一些吗 可以给我们看一下 一年前的 那些 哇塞 你准备了多久 这个东西 一周都没有学过节目 一周都没有学过节目 你现在是学生还是工作 是学生 怎么会有那么多精力搞这些 不知道 可能是 急的 毅力 我是六年后的 谢谢 六年后 对 完全看不出啊 谢谢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关注他呢 我是用礼界的传奇 就是在我是歌手上 多看到他一眼 也是从歌手开始 是关注他 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这个小伙子还不错 然后就看他的材料 然后看他的综艺节目 然后觉得 确实 就是像 就对小孩的期待也是这样 然后对我们少女时代那种 对林家哥哥的那种 那种 仰慕也是这种 为了见到自己喜欢的歌手 粉丝们甘愿等上三四个小时 每每看到助理经纪人从楼道出来 大家都会注意力提升百倍 只要能看到他 送上自己的祝福就心满意足了 一张 听饭了 这边是一群人在等着黄之烈 挨着他隔壁住的就是李文 他的两位粉丝来到这儿 相比欧巴这边显得有些担保 但粉丝们说起偶像李文时 也是让你不由得佩服 第一次 这一辈子的第一次 以前没有过这种最新的举动 是因为什么原因 让你有这种想法 Coco以前我上学的时候 就喜欢这个歌手 然后这些年 他沉寂了一些年 通过本季的 我是歌手这个节目 又重新走入大众的视野 我因为这几年 可能辛勤 生活的原因 有一些抑郁 或者说焦虑也好 然后通过这次我是歌手 我觉得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正能量 所以就燃起了这个冲动 生活不应该就是 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回家 有时候应该就说 你想了去做什么 就是行动起来就去做 比起黄之烈 李文那边出发需要慢很多 在不影响播出的情况下 先锋记者在等待老郎的出现后 就离开了酒店 不过采访到老郎后 先锋记者也从老郎的口中 确认了他的对唱歌手 从酒店来到演播厅时 现场打门紧闭 场外主持人沈梦成和沈林已经就位 其他相关部门的人员也准备就绪 环顾一圈后 先锋记者被一群舞蹈团吸引 他们正在观看着视频 我们也好奇地凑了上去 原来他们是容祖儿和李克勤 专门从香港带来的dancer 我们也有帮他们跳的 然后有几个dancer 就是他们演唱会的舞蹈员 哦就是容祖儿和李克勤演唱会 对对有几个会 你们都是来自哪的 香港的 香港的 那里面是从事舞蹈的 有多久 这个很尴尬 每个人都不同 还思考一下 五年以上吧 五年以上 就看你们刚才都在这排练蛮辛苦的 那你们在这一次我是歌手 是第一次来这边 来成为这边来参加吗 然后有没有 哦 不是我们进个 进会我们来了几遍 因为他们一开始也有帮祖儿 然后他们几位 这都是我们都是只帮 帮那个容祖儿跟那个李克勤的 哦在这里可以 只吃就是帮他们 那今天晚上会带来怎样的呈现呢 他们做一个笑的 今天晚上一定会带来非常非常精彩的舞蹈 大家一起期待 最近今晚歌手巅峰会相比总决赛 歌手们少了比赛的压力 只有表演的释放 因为没有那么紧张 玩得开心 秀得漂亮 以完美的姿态结束这期歌手的演唱会 前锋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我觉得呢 这些消息啊还真的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今天晚上的这个舞蹈演员都是亲自挑选带过来的 想必晚上的舞台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么敬请期待了 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由我们湖南娱乐频道举办的宝贝迎新春晚会 自从播出之后呢就收获到了不错的人气和口碑 那么近期呢这个节目更是获得了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中国电视文艺委员会的嘉奖和肯定伙伴优秀节目奖 你还记得在今年除夕前夜上他们的表演吗 由湖南娱乐频道举办的宝贝迎新春晚会 获得了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中国电视文艺委员会颁发的优秀节目奖 带着这份喜悦的心情 节目组的主持人制片人刘新然也去接受了这份荣誉 而湖南广播电视台长务副总编辑盛博济先生 对于这个奖项的分量也做了详细的介绍 这个委员会是由北京台作为主任台 我们一些湖南等等一些省级卫视 都是它的副主任台 所以这个委员会在现在目前在全国的 电视专业内的节目评选中 它是非常有一定专业地位的 作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最有代表性的奖项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金音奖 而娱乐频道的宝贝迎新春节目 属于该协会的春节类节目的评选 我觉得它是在创新和品质上有所提升 我作为品位 希望咱们娱乐频道继续在节目资源 和节目创新和节目的平台上面 多做一些努力 让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风格 我们的创新得到社会的认可 有付出就有回报 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更多更好的优秀节目 在此协会上获得荣誉 同时也将做出更多好的节目 带给电视机前的你们 前方编辑整理报道 就在今天晚上 金音卡通卫视的最新节目 人偶总动员将会爆笑首播了 那么今天下午呢 也有这个开播发布会 接下来带大家来看一下发布会现场的情况 今天下午由金音卡通推出的 首档真人偶综艺秀 人偶总动员在长沙举行了发布会 五支一次元猛丑 麦吉 小迪 哪鹅 布布 以及熊大亮相现场 宣布他们正式出道 在此次原创节目中 这五位人偶都各具特色 有腼腆的女生形象 也有霸道 憨厚 卖萌的形象 他们将搭配五位明星艺人 黄灿灿 徐浩 萧萧和范甜甜 以及金音卡通主持人一哥 两两组合在一起 通过人类社会的职业角色体验 刺激游戏环节比拼的形式 开启趣味恒生的奇遇剂 VCR中我们看到了人偶比拼间表现出的迥态 人偶和艺人之间的互助 虽说看片子没有多大感受 但现场看他们和艺人之间的互动 就逗得在场的观众合不拢嘴 让人不由得把注意力放在人偶上 我看好你啊 主播 你家公司太好棒了 我还有什么 我还有一个 快起来 快起 没有啊 许比许比 阿威许比 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您现在是要看到 既有冷酸林冠名播出的 娱乐金风 娱乐虾喜八面汤 我是佳佳 那么今天节目呢 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呢 咱们继续不见不散 最后一集非常重要 周末愉快啦 拜拜 走在路上 怀揣着梦想 一盏盏街灯熄灭 心中燃起希望 走出寒夜 走进黎明 走向远方 走 的我 and I'm feeling good